九爐橋於今年1月獲得內政部同意 補助改建總經費4.6億元 另外拆除經費由交通部補助9千萬元 在市府和議會合作下 2月完成預算程序 於日前順利完成九爐橋改建工程 之委託設計建造勞務招標 並啟動設計作業 我們高雄市的九爐橋 它是位於愛河的下游 它建造是在民國65年 建造的時候就是為了整個跨越愛河 還有旁邊的鐵道 所以它整個橋樑高層就提高 量體也很大 整個橋樑加引到將近624公尺 近年來我們的鐵路地下化了 整個綠園道也完成了 我們還有新建的輕軌在那邊 更顯得整個舊有的九爐橋整個的橋體 就影響整個景觀的天際線 同時也阻礙了中都地區跟內衛地區的連貫 那我們就考量整個的橋樑已經超過設計年度了 在市府跟立委的努力的協助下 在今年我們獲得內政部同意經費的改建 那差不多4.6億 那中央補助3.6億 那市政府預算是1億 那在整個拆除的經費上 我們也獲得交通部補助了9千萬 那在市府跟議會的合作下 相關的預算是在今年2月已經通過 所以我們本處就是順利的在完成了九爐橋的整個設計 建造標的花棒 公務局表示 改建後的九爐橋僅跨越愛河 長約70公尺寬30公尺 兩端引道則依都市計畫銜接平面道路 翠華路以西路寬50公尺 同盟山路以東路寬30公尺 配合前後段道路調整路形進行銜接 整個改建後的九爐橋它本身只有跨越愛河 長度差不多70公尺 那兩端的引道就是我們會跟都市計畫銜接 在於翠華路以西我們是50公尺寬 同盟路的寬度是30公尺 那整個橋面是30公尺 那我們會在橋面上興建增加人行道跟自行車道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就是增大整個景觀的平台 那可以提供我們就是行人的一個景觀的休閒空間 那也可以讓一些表演團體可以進駐 那創聯整個的河岸的休閒動線 那我們在也利用整個的夜間照明 那會使得整個愛河的景觀會更加的燦爛 更成為一個新地點 新工處表示九爐橋改建作業 預定於今年底利用非汛期期間 進行舊橋拆除工程 接續恢復平面道路及橋樑改建 預計於115年完工通車 記者李政道高雄報導 記者維行 詞主 SUS inaugural